美香醃的梅子、梅酒 甜度、酸度和梅子的口感都不同 用來做料理都各有風味 只要以你們梅子和梅醬的酸甜度來做調味上的調整 做出來的梅子風味料理一定都很美味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梅子酒香拌雞絲 雞胸肉用黑胡椒和鹽巴 還有你珍藏的梅酒 或是自己釀造的梅酒 醃漬10分鐘 也可以用梅子醬加米酒來醃漬 再放入電鍋蒸熟 記得蓋上蓋子才可以保留原汁原味 這個時間將梅子去紙後切碎或切成絲 再準備辣椒絲蒜片和香菜 取出蒸熟的雞胸肉稍微放涼後 將雞胸肉剝成雞絲 再將雞絲放回雞湯中 加入梅肉、蒜片、香菜和辣椒 淋上少許的香油之後翻拌均勻 這道清爽的梅子酒香拌雞絲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阿雞絲的分享 記得幫影片按個讚給個小愛心哦 要多多幾個時間 多幾個時間